嗨 大家好 我是冰泡麻 今天真的想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們這次去紐西蘭我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很好笑的是 去紐西蘭之前呢 我一直想說 紐西蘭應該沒有什麼好買的嘛 因為都是農產品 什麼羊乳片啊 綿羊油很多之類的 結果我發現 紐西蘭超級好買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東西 全部都是有機的 任何你用的東西 然後品牌什麼 他們是非常愛護自己國家的 產出的內容嗎 就是 不管是衣服 包包 鞋子 然後吃的用的什麼的 幾乎你看到所有東西 都是紐西蘭製 很少很少會有外來品 然後所以連超市都很好逛 然後你也會發現 因為他們的農產品非常的優質 所以就會有很多很棒的有機食品 讓我們 就是幾乎每天逛超市 然後可能逛一些 紀念品店 或是去風景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紀念品店 是每一間都不一樣 就每一個鎮都會有不一樣自己的特產 然後連蜂蜜什麼都超好買超好逛 然後護唇膏 護手霜什麼的 也非常多的品牌跟款式 而且你是 每一間店就是可能 這一間店賣這個 你下一間店就再也看不到了 除了幾個大品牌以外 有非常多在地的小品牌 或是自己自創的品牌 那我覺得 這個是跟你在其他國家 可能有一些國家你逛紀念品 你會怎麼樣看就是 很明顯是中國製的紀念品 或是很明顯就是 每一個地方都有的紀念品 那我覺得那可能就沒有這麼值得買 可是紐西蘭的東西怎麼會這麼好買 所以我們 我們這次買了超多 那我就把它分成兩集這樣 所以這一集呢 我會講我在紐西蘭買到 一般人可能比較常會逛到的東西 那我還會在錄一集是 我們很常去逛一些古董的二手店 那在二手店我們挖到了寶 那就開始吧 第一個要先分享的是什麼 我先從最基本的好了 就是星巴克城市杯 然後這是我幫我朋友買的 然後紐西蘭還會有這種舊款的城市杯 所以我就因為他請我幫忙 我就幫他買 那他當然也有新款的杯 跟那個Espresso小的杯子 可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在收藏 所以我對這個是沒有太大興趣的 還有兩個是江一涵買的 這個是最後一天我們去超市的時候 他說他朋友們都很推薦一定要買的咖啡 但是我記得這個好像是澳洲的 對 它是澳洲的咖啡 但是因為在紐西蘭很常可以買到澳洲的 很好的品牌 所以他說他在澳洲用自己買 但是這個很厲害 所以他就特別去找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咖啡也可以買這個 同樣講到咖啡 我還有買了一個是 他們有一個超好喝的Chai Latte 它長這個樣子 我剛剛就一邊泡這個一邊化妝 它長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紐西蘭自己的咖啡 然後它是三合一集融的 然後我在超市找到的 因為我非常非常愛印度的Chai Latte 可是它是Chai Caffe 就是它是咖啡加印度香料茶 那我有買過各種的印度香料茶 有一些茶就是你會覺得 它的肉桂味沒有這麼濃和 它香料味沒有這麼香 可是這個是很有奶味加它的咖啡味 也不會太甜的 所以我就是在紐西蘭的時候 早上都會泡一泡這個喝 我就覺得這個很棒 然後我還特別把它帶回來 那還有一些是我們在 紐西蘭的超市 你很常會看到這種很像營養棒 就是它是堅果棒 裡面全都是紐西蘭自己的農產 例如說紐西蘭自己的堅果啊 賣月莓果啊 巧克力啊什麼的 然後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都非常便宜 就大概兩三塊紐幣就可以買到 我們那時候就會買著在車上吃沿路 就可以去 就是很冷的時候就可以增加熱量 然後這個真的好好吃 我超級喜歡 它就是長這樣 巧克力的 然後它有沒有巧克力也有是純堅果的 然後不會很甜 然後比較算是 你可能上班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偶爾吃一下補充一點熱量 我覺得這個超級棒 然後 然後 就很好吃 裡面就有 邊果跟一些 焦糖 然後我買了一個是莓果口味 我們這邊已經吃到兩盒 我又帶兩盒回來 好喜歡吃了 接下來呢 我找到了一個 這個 姜的糖果 很像水晶糖的樣子 然後 因為我是一個 姜的熱愛者 所以 只要有任何姜的東西 我都會很沉迷 然後就很想買 這個姜糖啊 好好吃 因為它是很甜的姜糖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姜 就是真的會很辣的那種姜 你可以把它 拌進去奶茶裡 或者是拌進去你的紅茶裡面 就會變成 姜的紅茶 我覺得很棒 你們看 看到這樣 超好吃的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會不會有類似的 反正我就是很迷這個 我覺得好 很棒 然後這也是紐西蘭製的 然後我來超市買的 蠻多於說紐西蘭製的 應該要買蜂蜜 但是我對蜂蜜沒有特別特別的喜歡 或什麼的 那一般你在紐西蘭的 紀念品店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賣 乳卡蜂蜜 然後都蠻貴的 所以我們最後 倒數 在南島的時候倒數幾天 我們跑去一個見證 然後那個見證就有一間 整間都是蜂蜜的產品 然後超級無敵多口味 就是一整面牆可能三五十種吧 然後全部都可以讓你試 然後有貴的也有便宜的 也有賣乳卡蜂蜜 有一般的蜂蜜 也有他們當地自己釀的 自己采的蜂蜜 然後因為 他說那個老闆好像剛好有得到 2019年的什麼優質蜂蜜圓的獎 所以它的蜂蜜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就有試吃了一下之後 我就買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心裡已經爆多 就完全塞不下 可是我們還是買 然後我買的蜂蜜 一樣又跟薑還有檸檬有關 一個是Lemon Ginger的口味 然後一個是純的蜂蜜薑的口味 我覺得這兩個超好吃的 紐西蘭的蜂蜜是沒有加糖跟其他調味的 所以是不用冰就有防腐的效果 然後他們有說你不要用鐵的湯匙 你一定要用木的湯匙 所以我就用木塊 我給你們看它裡面有多濃 看到嗎 它是這樣子咖啡色 很像焦糖狀的樣子 然後你可以直接挖著吃 也可以直接拌茶吃 然後這個也是我吃過 我覺得裡面的薑味蠻重蠻濃的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歡 因為你很少在台灣可以吃到薑味這麼重 然後你女生多吃薑對身體又很好 就是這樣超級爆炸濃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濃 然後有點絲滑感的蜂蜜 你跟台灣一般你吃到的蜂蜜 那種水水的樣子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其實是它說 如果他們有的時候生病的時候 是會把麥多卡蜂蜜拿來當作感冒的時候 你喉嚨痛就可以拿來吃吃看 吃的東西就大概類似這幾個 然後再來呢 我還要買一些是網路上比較多人說一定要買的 那我最後就是剛好看到我就有順便買 一個是這個 冰河泥的面膜 那他們的冰河泥的面膜就是因為 紐西蘭的南島有很多的冰河嘛 所以他們會用他們的當地冰河泥拿來當面膜 那這個有兩個牌子是最有名的 大部分網路上有說大同小異 所以我覺得你就選一個你喜歡的買就好 那我是買這個牌子 就是李宗友現在也很常看到的牌子 然後我覺得它感覺起來就是蠻像 Kiehl's的那個冰河泥面膜 那價格也不會到很貴 然後它有要水洗版跟資料的版本 然後我買的是水洗版 它就說它有舒緩啊 然後清除臉上髒污的功能 然後因為一條可以用很久 所以你真的不用買太多 然後同時呢我又買了 這個牌子也是蠻多人推薦綿羊油很厲害的 然後我看到有蠻多人都會推它有一個很老牌的綿羊油 可是我自己覺得這個呢超級好用 因為這個好用到這個是我在那個 營火蟲動的時候在紀念品部就是等要入場的時候 我就拿它護手出來插手 結果我們進去逛完整個蟲頭出來 我就突然間覺得我手怎麼那麼嫩 然後我就發現我是擦了他們家這個的綿羊油的護手霜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東西是很潤很水 可是吸收非常快 然後重點是它真的會讓你的手嫩嫩的 然後很有保濕效果 因為那扭線超乾 所以我就買了它的基本的綿羊油的乳霜 跟一個有加麥魯卡蜂蜜 然後還有一個SPF30的日霜吧 想說可以回來送人 還在機場買了一個跟冰恒林同牌子的風毒面膜 那這個風毒面膜呢很多人都說 就是好像范冰冰還是誰用了一個品牌的非常有名 但是我查了文章發現大部分人都說那個化學味比較重 那我去機場的時候我有把幾個品牌的風毒面膜都聞過用過 我覺得這個的風毒面膜是價格最合理 就不會到太貴 然後也不會有這麼有化學味 然後吸收跟擦在皮膚上的感覺是比較舒服的 所以我後來就買了這個 而且這個真的價格比較親民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 有看到嗎?就是這樣 水水潤潤的樣子 然後它是說你就可以把它當保養型的面膜 因為就是很抗老防皺紋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好像很適合送媽媽用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我就是紐西蘭最最開心 覺得我買的最值得的是這個 我不太知道它怎麼唸 反正它就是AU 我不知道它唸什麼奧馬還是什麼 反正它是在基督城那邊的一個自創品牌 然後它裡面也有添加麥魯卡蜂蜜 它是16加的 所以它是有修護的效果 可是它可以拿來當護唇膏 然後你如果被蚊子叮 或是你有紅中癢跟小傷口也可以用 它裡面都是很純的橄欖油 然後什麼不同的油脂 反正就是這個在當地的賣的小姐 她也非常推薦 她說大家可能去澳洲都會買木瓜霜 但是她說這個比木瓜霜還好用 那我搜尋網路上的文章也超少 那它好像只有在見證跟基督城你可能可以買到 所以你有看到你就要大量買它 然後它也不會很貴好 雖然一個才400塊台幣 小朋友也可以用 所以我買了一盒10個回來送給大家 我還買了這個 封膠牙膏 就是大家到紐西蘭一定一定會買的封膠牙膏 然後我在超市買的一條好像60台幣不到吧 很便宜 我買了傳統的版本跟氣泡的版本 跟小孩的版本 那我自己是有刷過傳統版 很多人都說它會有一個奇怪的味道 但我覺得它其實就是那個蜂巢味 所以我不太會覺得奇怪 那它的質地就是 有點像冰河泥那種泥狀的感覺 然後不是你一般牙膏那種氣泡其實很多 然後很滑的感覺 可是因為它說它也是天然的蜂巢去弄的 然後因為會有 例如說抗什麼 發炎消菌的效果 所以你刷牙的時候比較不會 就是嘴巴可能會 那個牙縫啊發炎還是什麼的 所以大家就說這個蠻好用的 我買了一個可愛的襪子 但是我不太知道它是不是有限制的 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來 他們那裡有很多這個很可愛的襪子 這樣呢就是很有幽默感的襪子 我就買了一雙這個長襪 覺得平常在家穿應該很舒服 欸我在皇后站還是在哪逛街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間 這一間呢是它專門都是找 就是一些 比較偏第三世界的 國家 然後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有好的工作 然後它就是整件的東西 手工藝品全部都是他們做的 雖然會貴一點 可是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這個耳環 那這個真的蠻貴 這它39.9牛 可是我覺得很有設計感 又很漂亮 而且很有份量感 然後上面就是這種有保濕的感覺 應該很適合我之後去塗了幾用 所以我就買了 我就覺得像這樣子品牌的東西 你就可以支持他們 然後支持這些國家的人 可以永續的有工作機會 然後你也可以得到很漂亮 像是平時我就覺得很棒 它的包裝是長這樣子的 我準備要禮物要送給你們 我這一支影片就會送你們這個 很可愛 它長這樣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它是用 一樣是蜂 蜜蜂的那個 炒上面的蠟做的保鮮膜 很有特色 他說你有現在當地人都會用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就是完全沒有看過這東西 可是因為他們真的非常的環保 然後他就說 他們平常就是會用這種 蜂巢做的保鮮膜包啊 三明治或是你的飯啊 或是你的 就是你任何需要保鮮膜的地方 你都是可以用它來使用 替代保鮮膜 而且它可以使用 只要用常溫水洗 不要用熱水 它就可以反覆的使用一年以上 然後給你們看它一條大概是長這樣 它也有小的 我這個大概是中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 例如說你喝東西喝到一半 我們在紐西蘭也真的有用 你就這樣子把它包起來 而且它非常的黏 然後也可以阻隔氣味 所以就這樣 把它包起來有嗎 就整個這樣包起來之後 就可以拿去冰了 就是你的那個飲料也不會灑出來 然後也不會跟冰箱的味道合在一起 然後就這樣冰著 之後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髒 或是沾到菜 你就把它拿出來用水 溫水這樣洗一洗 或是冷水洗一洗 然後晾乾它就可以持續使用 我覺得超環保又超棒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一堆回來 想說可以送給你們 也可以我自己在家用 然後呢我後來隔幾天又在 另一間紐西蘭的選品店 看到了這個 也是紐西蘭設計師自己的品牌 然後它是這個牌子 它也有出類似的包包 那它的包包呢也是像這樣很簡單 好看皮質也超級軟 可是比較貴一點 那我那時候就 欸不對 我是先買這個包 我先買這個背帶 然後後來才看到這個包包 所以我前一天在買這個背帶的時候 本來連它的包都想買 只是我覺得有點小貴 所以我後來看到這個包 這麼便宜 就大概一千出頭 然後質感也這麼好 還是真皮的 然後又就是很貼很扁 很適合背在大衣裡面 然後防強包的時候 我就立刻就買了它 那這個背帶呢質感也是超好 而且它是雙面的這種 均綠爆紋的感覺 我就最近很愛買這種 背帶搭這個包包 我就覺得這樣搭起來應該會非常好看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 用不同的背帶邊換包包 會讓包包變得很有特色 你看這樣就很好看 那它也可以放在我其他的包包上 這樣背起來就還蠻不錯 很有畫龍點睛的感覺 所以我就也買了這個 然後這算是我紐西蘭很滿意的戰利瓶 好 以上大部分 就是介紹我這次買東西的超多 我怎麼覺得 紐西蘭會這麼好買啊 所以如果你買紐西蘭的話 記得錢要換多一點 不然真的會買到回不了價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你們最喜歡哪個東西 最後我會抽出一位得獎者 送給你們這個非常好用的蜂蜜保鮩膜 下次見 掰掰